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未來怎麼打 我不曉得 但是其實你說幾十個 三十五個也不算很少 輸得這麼慘了 還講說廖國棟跟我猜一個字 他是我老大哥 沒錯 我懷疑他是不是喝酒喝太多了 輸到這樣 人家蔡英文贏那麼多 都是謙虛再謙虛 那你輸這麼多 人家反省反省再反省才對 還說接下來就趕快來站主席臺 坦白講你胳膊比人還大是不是 講那時候一點意義的話都沒有 換句話說未來 其實你要從零歸零 歸零當然除了黨產歸零之外 你的思維要歸零 歸零重新出發 國民才有救 不是沒救 就細乎你們一念之間 所以這些 我不是說 好像說希望這些年輕人 一定要起的革命 我覺得這些年輕人 五六七年齡也太老了一點了 七八九 對 再找更年輕一點 就起來革命 就跟他們對沖 不要怕了不起被開除黨籍 沒什麼了不起 對對對 你被開除黨籍是為了救國民黨 各位思想 可能有人還蠻用我 聽說黃務卿 不要審議自己 還發文件罵我 各位想一想 我當時講的話滿久聽 我當時講的話朱立倫聽 國民黨今天會這麼慘嗎 這倒在再想一想就說 就是因為從頭到尾他們都直迷不悟嘛 換笑說現在真的敢批評領導中心的 真的敢很用力來甩國民黨耳光 就是國民黨的救星 國民黨這些支持者 你不要再直迷不悟 不要笨了 已經死到領導 已經今天這麼慘了 大家看了都可憐 就是因為國民黨的蔡英文 沒有辦法通過黨主席的資格 他沒辦法選啊 問題在於中生代好了 新生代他們已經覺醒了 但是這些人 他們才是能決定要不要 修改黨章的人啊 所以如果不革命 就沒有未來 不是嗎 我其實公開講 我覺得現在如果再講說 還有鞏固領導關係 甚至有一個中常委的提案 說希望朱立倫主席留任 這個東西今天是沒有提 如果禮拜三有提案的話 我們青年團會提對案 就是中常委我們青年團有一席 我們會提對案 看黨內的中常委要支持改革的方案 還是鞏固領導中心的方案 OK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我覺得 大家都說要尋找新的蔡英文 我覺得真的不要再去尋找 國民黨的蔡英文了 因為國民黨蔡英文進到國民黨 將綱裡面就變醃漬過的蔡英文 就是邏輯都是一樣 就是醬菜 對就是關鍵是制度對的人才會對 價值對的人才會對 那我覺得第一步如果大家有共識 就是從黨產開始做起 那我剛剛跟宏偉議員上節目 其實他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其實有點害羞 我覺得他會來反駁 結果他也沒有 他說他認為黨產應該處理 就是說這個聲音在一開始 我在臉書上第一次PO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說不可能做得到 可是當有越來越多人呼應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有可能的 你黨產解決後 我們才有資格談下一步 我們先聽一下自身媒體人的意見 明豐姐 我覺得當然這個國民黨蔡英文 我想是不可不可找 那國民黨的民主化 真的才是國民黨的蔡英文 那當然這個三個月來 我們眼看是由代理主席黃敏惠來超持 那我覺得黃敏惠本身就不是一個所謂大破大裂 我不是看摔他 我是覺得說黃敏惠的個性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那整個黨內的勢力還是蠻大的 那回歸 所以我們還是回到很庸俗的題目 就是說這三個人裡頭 到底誰會當黨主席這樣子 那其實就我的看法 洪秀柱跟胡志強中間會出一個 就是洪秀柱 未來的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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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之爭 應該是蠻明顯的 那其實我剛才這個紀委員 已經點到一個點 就是說其實洪 洪委員 洪委員跟這個 跟胡志強的老闆是同一個 那其實這個老闆 應該是支持洪秀柱的 所以說整個胡志強跟洪秀柱 他會整合成為一組人馬 那他會非常有這個黃復興黨部的黨員來支持 那吳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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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除了黃復興黨部之外的所有人的支持嘛 所以說我覺得說當然我希望兩個人都都出來選 但他要講一講說你們到底會不會把黨改改成這個新黨化 那你吳吳 如果你不是黃復興支持的 那你對於這些青年人或是整個黨的改造計畫 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規劃嘛 就是說不要是說因為我這個黨內是所有的勢力 是你現在是所謂黨內最大公約數 所以你的勝選很大 但是我覺得這未來一年的這個 因為他是接這個朱立倫的任期 所以他只有一年嘛 應該是這樣子嘛 所以到二零一七年 我希望國民黨的整個黨主席的選 選制 重新都改變 那就是你看起來就是洪秀柱或是吳敦義比較有可能改變 那我允許說兩個人都不可能改變 但是問題是你現在三個月之內就不可能完全取消 什麼改黨章開權貸會啊什麼 我覺得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回到這些我覺得如果你吳敦義 現在是所謂那南投家鄉也顧得不錯嘛 就算是黨內比較有執行力的人 你真的就落實 真的是接這個黨主席的話 你就把楊偉忠他們這些 李正浩他們這些意見 通通納入整個黨的改造計畫 否則真的國民黨 我覺得國民黨今天 為什麼兩千零八年民進黨沒人要 後來蔡英文接到手了 我覺得今天的國民黨 還有人出來願意選黨主席 當然是看準的說不是黨產 是說臺灣政治輪迴 就是就是這個四年之後 我這個我只要把這個國民黨把持住 我四年之後就可能再拿回政權 或是八年之後再拿回政權 我覺得很多人都是抱持這種僥倖的心態 再回來搶國民黨黨主席 我覺得這個是要不得的 我覺得蔡英文拯救了民進黨 也許他就拯救了臺灣政治輪迴 也不一定 所以不用想這麼多 就是說未來國民黨應該操 這就是一個解藥而已 就是民主化 你倒破所有的這個黨主席選制的 所有的一個障礙嘛 憑什麼這個一定要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都已經黨有黨議的 有黨的發言空間了 那憑什麼一定要有什麼樣的連署 那連署又是黃富新出來連署 這個黨永遠都沒有救 所以不用去找蔡英文了 因為時空環境不同 只要民主化三個字就好了 國民黨也不用選了 這三個你就問黃富新說 你要哪一個 最後就是哪一個 實際上 我要講 2008年的時候 其實是民進黨很痛苦的時候 那時候比國民黨現在還慘 這個北部只剩下兩席立委 總共只剩下27席 甚至於民進黨是有兩億多的負債 我同樣的問題我就要請教 而且那時候大家都說 民進黨20年之內爬不起來 如果同樣的問題來問這幾位老先生 或者說有一點年紀的女士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負債很多 那大家認為國民黨20年爬不起來 他們會願意出來嗎 如果有這些難題他們願意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黨 找不到蔡英文的原因 因為沒有真心 因為沒有價值 蔡英文為什麼那個時候要接 她曾經受過民進黨栽培 她有感情 或者她對台灣的一個使命感 Anyway 但是她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我覺得她代替民進黨重新站起來 是就這麼一句話 請您要學會在民意前面低頭 就這麼一句話 如果說這些人還是抱持著說僥倖 因為蔡英文未來四年會很難做 你認為風水輪流這樣 你認為說國民黨在怎麼樣沒有負債 有些黨產沒被查出來還可以繼續擁有 像魔戒一樣 那我告訴各位 如果只是這樣私心 國民黨不可能健全 不可能長大 甚至很難民主化 這第一點 第二點你們也知道說制度很重要 但是我就覺得這就是吊詭的所在了 誰來修改這個制度 黨員好要讓黨員自選 誰來修改制度 現在誰有資格 如果掌握權力的人 他們本身就是有力量的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他不想要民主化 他還想藉由制度的便利 繼續擁有這個制度 繼續擁有權力 而是為了個人來計算的話 那我請問你 你民主化的路途你要怎麼開始 所以這個就是國民黨現在一個最大的困局 那我覺得蠻遺憾的一點 我也希望台灣有健全的民主政治 政黨政治 但是如果是有私心 在這些人腦子裡頭沒有民主化觀念 年輕的一代 你們又不敢進行黨內的一個寧靜的革命 我坦白講 國民黨怎麼可能會有一個未來呢 你單單看到這些人 我要不客氣的講 為什麼 剛剛講就是說 這個洪秀柱如果得到黃復興的支持 我們剛剛講 乾脆說黃復興誰支持誰 那就上了 另外一派就很緊張 有黃紅機制出來了 那甚至於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 萬一洪秀柱掌黨權 跟黃復興的結合 會不會變成國民黨的這個 所謂的新黨化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對不起 你就是離本土越遠 你就是離主流民意越遠 國民黨不要說再起 他可能就是一步一步 從大型變中型政黨變成小型政黨 你們有識之事 是不是沒有看到 可是看到了又如何呢 就剛剛就講 黃復興這個結構 如果沒有一個 就是說這些領導精英們 如果沒有這個決心 來打破這個結構的話 賣不出這個一步 你就變成惡性循環 在被捆綁當中 這是你們一個非常痛苦的難題 那麼再來就要講說 接下來我要講 如果國民黨是被極端力量把持的話 我必須要講 你可能接下來你會看到 是國民黨路線之爭 甚至於分裂 本土派的跟這個 所謂的這個 偏向新黨的這些外省精英派的 水果不容的結果 可能本土派都會出走 那國民黨現在最糟糕的是 連價值裡面核心價值什麼 看不到路線方針不明 還在忙著權力結構的這個 這個權鬥的話 那這樣的結果 你看不到國民黨可能有一個 正摔起立的未來 所以我們在這邊談 我也希望國民黨的這些領導精英們 真的要來好好想一想 國民黨已經到這個存亡時刻了 如果你找不出來一個核心的價值 不肯脫去黨產的魔戒 不肯把個人的利益的計算放在後面 為整個黨來團結 無私的付出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再說什麼 你只是在皮毛 你燒不到真正的養殖 改革也可能很難到位 其實這一場選舉 我們都很清楚把它定調在一個 新政治跟舊政治的對決 那最後的民意選擇了新的政治 它包括新的思維 新的做法 那如果平常心講 我如果站在一個舊政治的思維 這些我們黨內也會有一些 基層支持者經常在說 國民黨沒鬥 台灣不好 那如果站在這個舊政治的思維 覺得說國民黨現在這三組人出來 照理講站在民進黨支持者的角度 太好了 因為國民黨就繼續趴下去 永遠被我們打趴 但是站在新政治的思維 我覺得新的世代想要的是 良性的政黨競爭 我也一直認為台灣的民主政治的基石就是 健全的政黨政治 民進黨即便現在獲得人民這麼大的肯認 這麼大的授權 我們有很好的發揮的舞台 但是事實上我們也非常期許 國民黨可以正衰起壁 可以有一個更好的改善反省跟改革的方向 讓國民黨跟民進黨在政策理念上 可以有很好的抗衡跟監督 那我講一句 磕屁了一句名言 今天你不解決問題 明天問題會解決你 黨產絕對是一個問題 黨產之外 舊思維更是一個問題 剛剛看到呂學章 廖國棟這樣的老面孔 他們又說霸占主席台 是我們搶回發語權的方式 這就是舊思維 國民黨你如何解決自己的問題 很簡單 新的國會不要再用這種蠻橫不理性 霸占主席台的方式 你就配合民進黨提出來的 我們不當黨產的處理條例 你們如果有改革的決心 就來支持 人民就會感受到 你們真的要解決問題 也是解救你們自己 韋宗 其實剛才妹妹跟思瑤講的話 我基本上99.9%都同意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你從就政治的角度來講 這三位候選人當中 或者說對大家猜測來講 我絕對是吳敦義最適合 毫無疑問 他是黨內最大公約數 他有他的政績 他跟民進黨鬥他最厲害 是嗎 然後他最 而且他 如果你硬要去分 他算比較偏本土派 不是嗎 而且我也 我在舉 2011年 我們在嘉義縣選立委的時候 碰到一個很大問題 老農津貼 對 被改掉 那那個時候 其實對中南部的講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那那個時候 我們直接開記者會說 這個老農津貼不能這樣改 不是不要制度化 太陽花陣亡 就是這樣 為什麼 他沒有跟國民黨保持距離 他跟權力核心徹底緊貼 那我也必須承認 我們也是在權力裡面的 那我今天是這樣子 我覺得今天 為什麼 但是國民黨的改革 一定要有個槓桿 選完以後 很多人都提議要改革 不是嗎 什麼改革宣言 但是你要改革 你要找到一個槓桿 什麼槓桿 我覺得就是黨主席的選舉 黨章可不可以改 我知道 我同意他講 敏鳳講很難 但是當年馬總統 說要接任黨主席的黨章 說改馬上第二天就改了 不就開全國黨 那一舉手就改了 對 但是就告訴我 這個三個月內改選 為什麼不能改 那你們聲音要夠大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對我來說 黨主席的選舉改革 是一個槓桿 那只是我提出第一個主張而已 接下來會繼續提 黨產我坦白講 以後再說 但是不是只有交出去而已 後面還有很多問題 就後面再來講 但我覺得現在就是一場 把黨主席選舉當作一個 國民黨改造的民主的運動 來處理 這才有可能 那如果沒辦法改造 那就就離開 就這麼簡單 我看你有沒有決心 換駐換總統候選人 馬上可以換 為什麼這個不能改 只是黨主席的選舉辦法而已 但是權力不在我們這邊 但是我們會提 其實現在 國民黨把楊偉忠 不管是他主動還是被逼持 這就是走上反改革的第一步路 今天說實在話 我覺得黨務主管 本來就要負責任 對 要負責任沒錯 但是國民黨 他該不該負責任 其實很多的中間選民 他有不同的看法 再過來來看的話 吳敦應是最大公約數 事實上是最大公公的約定數 王金平公公 吳伯兄公公 馬雲九公公 公公 至於說 這個洪秀柱 婆婆 他也有兩個公公 未來應該要連戰公公 這個好伯春公公 那好伯春公公的話 就黃富星 就黃富星 對 如果兩個整合起來的話 幾乎連公公跟好公公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國民黨到底有沒有前途 大家真的很疑慮 尤其是如果洪秀樹 事實上應該還加一個玉公公 因為新黨玉主席也支持他 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的話 未來新黨的話 對國民黨是比較好處 這必須要考慮 進入地圖 中文字幕編 به 進入地圖 中文字幕編成